对于减肥人士来说,胡吃海喝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,吃东西前先算一算热量,成为了减肥人士必做的功课之一,但其实并非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小心翼翼的对待。 只要吃对东西,就能轻松瘦下来。蔬菜汤减肥法材料,取菜心100克,油,盐适量,做法,锅中放入菜心,加入适量水,待水滚开后,用小火煮10分钟,加适量油,盐调味,即可喝汤吃菜,这个方法适合天天做。 医生说明,蔬菜汤减肥法的妙处在于,蔬菜中的植物性纤维,可以帮助肠道蠕动,治疗便秘,协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和废物,坚持下去。 对于减肥是有帮助的,由于大部分蔬菜的植物纤维都很充足,所以不必拘泥于蔬菜的种类。 任意一种蔬菜,都是可以选用的,西红柿减肥法材料,西红柿两个,做法,每天在餐间吃一个西红柿,医生说明,西红柿本身没有直接的减肥作用,但低热量,高纤维的特质有助于排毒,多吃能保度,以减少其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,间接起到减肥的效果。 注意,有胃病的人不宜经常食用西红柿,以免胃酸分泌过多而引起不适。 此外,未成熟的西红柿含龙盔碱,会引起头晕、恶心等问题。 不可食用,黄豆牛奶仅非法材料,黄豆50克,脱脂牛奶200毫升,做法,将黄豆磨成粉,直接混入牛奶中,煮肺后即可饮用。 医生说明,黄豆含有丰富的纤维素,若将黄豆粉放入牛奶中融开饮用,能有效改善便秘及水肿,对减肥有其效。 而且,牛奶配黄豆属于健康饮食,每天早餐前及临睡前都喝一杯,能保证减肥期间的营养摄入。 不过要注意,混合后的黄豆牛奶仅尽快饮用,以免牛奶变质。 另外,最好用脱脂牛奶,减少脂肪的摄入,一人减肥法材料,一人30克,大米60克。 做法,将一人洗净,大米淘净,一人和大米一同倒入砂锅中,加入适量水。 小伙慢煮二到三小时即可,每天都可以吃一顿一人餐。 医生说明,一人具有利尿、利水的作用,而且它含有丰富的纤维素。 每天喝78杯一人茶,或多吃一人饭、一人粥等,用一人烹调的菜肴,可帮助减轻体重。 注意,体质需含者不宜食用一人,运气禁用。 饭后茶减肥法材料,茶液适量,做法,饭后喝50毫升的茶水,茶的种类不限。 医生说明,饭后茶是广东潮州地区的特色饮食。 老一辈的潮州人,就算再怎么大吃大喝,也不容易胖,就是因为他们在饭后会饮用大量茶水, 而茶水中的柔制有减少热量吸收的作用。 不过要注意,茶的浓度不要太高,因为浓度越高,越不易消化,对身体有较大危害。 喝醋减肥法材料,黑醋50毫升,做法,将黑醋喝水以1比5的比例稀释,每天分几次喝。 医生说明,醋含有氨基酸,能促进体内多余脂肪消耗,加强蛋白质和糖类的代谢。 不过喝醋时,应该同时注意控制饮食,否则容易起到反效果醋能促进消化, 从而令身体吸收更多热量,体重反而增加。 有胃下垂,胃酸过多或肠类疾病的人士,不宜采用此减肥法。 度重茶减肥法材料,度重10克,七叶参6克,山楂6克,做法,将度重,七叶餐,山楂洗净后,放入杯中,加入500毫升85度左右的开水,加盖焖泡5分钟后即可饮用,每天上午,下午及晚上各喝一些。 医生说明,度重是生长在我国中部,西南部山上的树木,具有补益肝肾,强壮筋骨的作用。 现代药理认为,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,加速新陈代谢,抵抗衰老,令健肥人士不容易肥胖。 因此,度重茶适合体质虚弱的妇女,中老年人减肥之用,糙米咖啡减肥法材料,咖啡豆15克,糙米15克,做法,将咖啡豆和糙米一同放入研磨器中,磨成粉末,取蒸馏咖啡壶,倒入咖啡糙米粉末,加水适量,待烧滚后即可饮用。 医生说明,就算不加入糙米,咖啡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利尿排毒作用,而糙米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及纤维素,对减肥也是有好处的,不过要注意,由于糙米本身是生的,所以不能用瓦压壶,蒸汽咖啡机,这一类速度比较快递制作方法,而要用蒸馏咖啡壶,另外,容易失眠和精神紧张的女性,不是宜用这个减肥法。